公立医院因为疫情已经暂停探访多个月 有长者希望可以放宽限制 亲身见家人一面 郑海文报道 62岁的皇婆婆厚重的她是76岁的丈夫 丈夫上个月跌亲入院做了脊椎手术 在麦里后服康院疗养 疫情下她未能在丈夫身边 先说一句话 她说丈夫撞拢 隔着电话说根本没用 为了迎接行动不变的老公出院 皇婆婆一早卖了沐浴便宜 不过把椅子放了很久还未用到 她希望疫情缓和 医院让她探病 医控局说为了加强院内感染控制措施 全面暂停探访安排 如果病人有临床原因 会作个别的因素安排 医院已经联络皇婆婆 有需要会安排以视像形式 让她看望病人 有线电视机就在郑海文报道 一刹掌握有线新闻